记者杨年杰台北报道,为了让原住民族青年体验具有学习性与安全性的公读环境,并有机会参与原住民族公共事务相关服务,原住民族委员会推动原样青年返乡公读体验计划,今年提供全国500名原住民族大专在学青年参与,每月可领取22650元公读薪资。 原民会的原住民族青年返乡体验公读计划,透过扎实体验产业及地方行政事务的工作,提供青年利用数期公读赚取学费及生活费,同时参与部落服务及适性多元的职场体验,促进青年职业探索,职场体验与回馈相礼等服务面向,强化青年就业力,进一步提升青年未来返乡就业或创业的意愿。 原民会主委一将,拔路而说,计划提供大专青年职场体验,以及参与原住民族各公共事务领域及产业人力培育的机会,也兼具青年多元文化能力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 这次的职缺将开放让原住民族地区卫生所,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,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健康站提报职缺,希望这些单位提出职缺后,让卫生医疗及保健,长期照护,社会工作等原住民青年人才能回乡服务,极有返乡体验, 以历青年未来返乡就业活络不络,原民会说,欢迎有兴趣参与这项数期公读的大专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,自六月初开始,就可上原住民族委员会官网货员job,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人力资源网搜寻公读点选报名资讯一栏表,内有公告相关公读单位与报名资讯。